高官叹而买不起房 或大打豪宅 行政院长江一化前天说 台北市房价太高 他的孩子也买不起房屋 内政部长陈威仁 台北市长郝龙斌昨天也复议 我孩子也买不起 官员的坦白并没有获得民众支持 反而引发讥讽后知后觉 网友酸说 官二代不必买房 因为爸爸都买好了 苹果拙电话民调 高达83%民众都感叹 小孩买不起台北房子 北市议员抨击郝龙斌 当了快8年市长 对北市高房价却毫无对策 北市副市长张金二 今天下午将拜会财政部长张慎和 讨论如何抑制高房价 张慎和昨晚透露 目前北市豪宅定义 为房价8000万以上 约3000多户 未来将扩大豪宅定义 并加强管控 学者建议政府应规定 买第二屋以上的民众 应提出资金来源 避免用子女父母名义囤房 德明科技大学副教授花敬群认为 降低投资客的贷款层数 从上限六成降到三四成 是最实际政策 动新闻综合报道 动新闻综合报道